刚才有人看到我敷面膜是不是 有没有感觉你在台上讲久了 有一点流汗 然后可能在台上压力比较大 它的油会出来 放了一个面膜锅 哇 很爽 很多人可能以为我来做戏 不过不是的 就是自从推出锅后 当我一拿到货的锅后 我是没有货的 是你们拿出去的过后我才有 跟公司偷到一点货的过后 我基本上一天用两次 真的真的 我白天用男的晚上用女的 真的真的真的 是可以这样的 当然一天用两次就有点夸张 那个感觉那个脸 很水嫩水嫩 是不是 真的很水嫩很滑的 然后我平常以前我剃胡子 我一定要放那个 shaving cream 我们讲剃胡的那个 剃胡什么 高也好 什么也好 有些是者离的 是吗 我一定要的 要不然都会敏感 会什么 我那一天 可能赶时间我随便 试试看 踢看看 不可以我就会用 很滑的 好像放了很多 通常我们放了很多 它才会有这样滑的那种效果 不用放 它都是很滑的 而且是隔天 隔天 就是我昨晚大概是 比如说八九点用 到了隔天 八九点 还是滑的 很滑的 后来我才发现到 我再去读多一次 我才知道 哇 这个 这个面膜用下去 它的持续 局势率可以高达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 用一次 可以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 我才 我才注意看到这个 这句话 不得了 可况我一天用两张 等我身材好的时候 然后又念 跟你讲 哈哈 我还没有了 我们一定要有画面和设立目标 为什么 因为进行下来的这个 第六 就是六个步骤了 六个步骤的第一个就是目标 好了 在还没讲目标之前 我们先讲六个步骤 其实六个步骤 其实是来启动人的 我利用NDO 说有这样的一个六个步骤 当我说NDO有这样的六个步骤 那个新人就以为 全部的人都是要这样开始的 当他有这样的意愿 要开始的时候 我讲说NDO这样讲 他有这样的六个步骤 你要开始 你就要根据这个六个步骤来做 他就以为全部的人都是这样 他就会跟 然后我说你要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那个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姿态 没有什么力量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六个步骤 我通常都会启 才会启动他 通常我以前 这六个步骤哪里来的 他来自于 之前的一个 也是一个成功学 不错的成功学 叫成功八步 那么成功八步 我跟他 有几个比较没有什么作用的 我就跟他拿掉 就变成六步 他不是我自己本身定懂想的 他是根据之前就已经有人 在用这样的方式 来启动人的一个方式 那么 我以前在推荐一个新的下线 尤其是去到一个新的市场 你一定要陪同的 你一定要陪同的 所以我一定会跟他 用这六步来启动他 那第一步 你一定要 帮他设立目标 不是叫他去做 叫他去做 不是 先帮他设立目标 没有目标 你什么都做不到的 你相信我 我回想三年前 三年前 当时Reway有一个健身风 每个人在健身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 那时候 这次我没有 这是其实我想精进的 这边这几人 我透露一点给你们知道而已 然后过后我就不会再讲了 我想精进一个人去做到 之前我是 需要人家陪葬 垫底 影响全部的人去 后来我发现不是 不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当时 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同事 我们从我们同事开始的 就是Reway的同事 我说 那时候应该是一月份 我们有一个 员工的聚会 通常都是晚宴之类的 然后那次晚宴是办在我的基隆坡的屋子 基隆坡家里 那么 那我基隆坡家是有游泳池啊 有点像那个游乐场这样 有点像游乐场 真的是像 接下来会更像 我又开始装修了 那么 欢迎你们来 非常欢迎 真的 为什么 因为那间屋子根本就是要做给组织的 根本就是要来 给人家看着 哇 有这样的屋子 其实 因为我以前在冲的时候 没人邀请我去这样的屋子 来炸开我的格局 没有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 然后希望说 每位人可以 有这样的机会 不过当然 你一定要靠近公司才有了 是不是 你一定要上来比较高一点 不然这样排下去的话 不能排到几时 好了 当时是在那个屋子里面 有举办这样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 吃一顿晚宴 然后有游泳池有游乐场 那时候我们就 原本就想要开始的 就说顺便拿那个 那一天拿来做一个目标的 截止日期 就是说当天我们要 晒身材全部 那么 男的 要怎样 女的要怎样 然后过后就开始有人做了 做了过后 我又看到那些人做了 又看到这些人做了 哇 时间越来越长了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我每个人紧张 每个人就开始做了 当时我三个月瘦17公斤 17公斤 乱来的 那时候 真的是乱来 我现在看回我 还知道是乱来的 乱来都可以 跟不要算 跟不要讲这一次 四个月 好了 当时为什么我做到 我回想了 为什么过后三年都没有这样的 就是 一直想要 肚子越来越大 裤子越来越紧 不可以了 然后很想要 不过就是一直没有这样的 有借过词 就是说不吃 我还是忍受得住的真的 我说不吃就不吃 那么不过 没有效果 三个月四个月 没有什么大效果看到 而且很痛苦 那么又算了 就可能年龄到了 吸尘代谢比较缓慢下来 变成说 劫食已经不是方法了 当时 而且劫食不健康了 是不是啊 不健康了 所以饮食还是很重要的 要吃得对 那么 有尝试过 一直没有这样的动力 为什么 因为没有期限 因为我们不知道几时 我们没有一个目的 没有一个目的 你真的提不起劲去做东西 有一个目的 我们知道时间几时 越靠近的时候越紧张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所以这一次呢 我的目标放在五月底啊 那么这四个月 我有一个 有一个 项目 其实我是有 我想到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 有这样的力量的 那个是五月底 才可以跟你们讲的啦 五月底 你们讲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使我有这样的力量 看到一个东西 看到一个画面 不过主要的是什么 有一个期限 期限是很重要的 几时 这是目标的其中一个关键的 一个特征 对不对啊 如果你的目标不懂几时 如果你的目标是有一天 如果你的目标是 以后我要成为很有钱的人 你是永远达不到的 你的目标必须有七千 几时 今天能够来到这边的人 都是被挑选出来的 对不对啊 有些甚至 定比例都不是 有可能 比较少啦 不过有些真的是被挑选出来的 你被挑选出来 就是说你是讲师级的一些人物 对不对啊 你是V位讲师级人物 你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今天你才会出现在这里 被邀请来 那么 也就是说 这边的人 迟早在V位都会变成飞马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 那么好了 飞马是不是一个目标 难不难 你说难也是大把人做到 是不是啊 难也是很多人做到 证明说他的方法已经开始出来了 是不是啊 如果一两个人做到 那还很难 如果三百人做到 嗯 他是可行的 他这个范围很广啊 这群人 范围很广 什么人都有 男的女的中间的 中间有没有我就不懂 老的少的 不是啦 有年龄的 年轻的 那么 以前有钱的 以前没钱的 很高教育的 很高教育的 没有受过教育的 没有受过教育的 大老板也有 事业的也有 什么都有 在这个范围很广 我相信你们应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同意吗 没有借口了 没有借口 所以 何不趁这个机会设立一个目标 就是飞马的目标 迟早要做飞马 同意吗 OK 好了 现在关键来了 几时 对不对啊 当你一讲几时 看咯 看我sponsor到人妈咯 你看 怕了 就会 一讲几时 就会担心了 就会压力了 难道这个担心 这个压力 这个痛苦 不真是成功的路上需要经过的吗 你在怕什么 是不是啊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难道是很舒服 哈哈 很开心 叮咚中了 有没有这样的飞马 有没有 有介绍我一下 没有 都是 我几时要做到 咬着 啊 不管用什么方法 对错方法都好 都是难的 因为它的数目很大 是不是啊 数目很大 它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不管用什么方法 所以 何不称这个机会 设立一个这样的目标 飞马 然后 放下一个期限 我没有说几时啊 只是一个期限也几 就是 就是 9月 12月 6月 3月 那天我跟一个组织 就在吃饭 在吉隆坡 我的家 我请他们吃饭 然后 吃我喜欢吃的菜 当时才可以吃 现在没办法吃饭了 我现在突然觉得饭是很多味道的 你懂吗 原来饭有很多味道 因为我现在吃的时候就太淡了 那么 那天在吃湖南菜 香菜 辣 重口味 以前我很喜欢 吃啊吃啊 叫的挺多 很好吃真的 大概十多个飞马 再吃 然后 当然有一些是想要冲 年底 飞马舞 有些是想要 有些不同的目标 那么 我很老实地跟他们讲 就像刚才我想要邀请你们去我家 对不对啊 我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想要 每个人去 不过全部的人去我家 沉下去 沉一米下去 我很老实地跟他们讲 我说 如果你还认为 2020年 有12个月 如果你还认为 2020年年底 你要做某一些目标的话 我说这一餐 有可能是跟你们这个组织吃的最后一餐 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我 不要跟他们吃 不是啊 就可能排不到你们了 不用排走 就有可能要排都排不到了 所以我说2020年对我来讲 其实只有六个月 六个月 很短 所以你要把它当作只有六个月的话 你会做什么 一年突然间变成六个月 那么六月就应该是有 东西来嘛 是不是啊 六月肯定是有一些 一定要做一些东西出来 因为我们目标很大 而且很难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又是这样十二个月 我们一定要想一些方法说 把这个速度弄快 是不是啊 因为以前我读过一句话 在孙子兵法里面 我时常跟人家分享 当时很久没有用了 叫做 九则 盾兵错锐 对不对啊 就是当 我 怕的是什么 怕你久了过后 你的兵 你的盾 不过是 会开始 没有力 是不是啊 因为时间一脱藏的时候 你越来越没力的 你懂吗 越来越难去 设立那个目标的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一些刚开始的 它就一鼓作气的 就上来了 是不是啊 有一些一脱会 五年八年十年 所以如果已经掉进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何不趁这个时候 趁这个时候 2020年如果只有六个月 我要做什么东西 我要设立怎样的目标 因为现在剩下五个月 一个月已经过了 刚刚才2020 一个月就这样过了 只剩下五个月 很急的现在 对不对 你看当一有一个期限 突然间很紧急了 突然间我们就 比较活跃了 突然间问题就开始多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样是正常的 如果这个时刻你没有问题 你come on relax 放轻松 老板 不要硬邦邦这样每天 九折顿兵搓锐 它搓掉你的锐气 是不是 你一九的时候 它慢慢会搓掉你的战斗力 所以反正要做一次过 跟它够力够力 是不是 对不对 好 所以目标是怎样 刚才我讲的就是 一定要有时间限制 而且要明确 飞马 明确 麒麟 明确 什么东西 你要明确 你不要看到做越多越好 赚越多钱越好 做不到的 你要明确 你要有时间限制 而且它必须让你兴奋 是不是 它必须要足够大 它必须让你兴奋 OK 不过通常我跟一个新人讲 我坐下来一堆衣 跟一个新人讲的时候 我帮他设立目标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 先从一心开始 是不是 我们来一心 当然你们是卖一心的人 我没有的 我先卖一套的 卖一套过后 我会跟他谈 你怎么样充一心 七天 通常我都是七天 我跟你一起来 我其他东西我推掉 我这七天我陪你 如果之前的距离 或者姿态做得对 他会 七天我跟你 我们七天里面 做到一心 为什么要做到一心 因为 三月份 有一个表扬大会 这个表扬大会怎样 哇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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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第一个表扬大会 给他看表扬大会的视频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视频的 很多 给他看视频 你看 哇 你看 我们的国家有 三月份 你上去拿一心 哇 感觉真的是 最好拿一个一心的奖杯 给他看 你看 哇 可以拿这个奖杯 讲 讲 讲 有很多方法了 就是要激发他 七天成为一心 他说可以吗 可以的 你按照我的方法做 你不要问太多 你听话照做 你跟我 可以的 他目标一有 说 ok吗 steady吗 我跟你一起来 你要而已 刚才讲一心 可以赚多少钱 哇 steady ok watch out steady啊 好 好 坐下来 跟他练名单 对啊 一场的目标 你想要try啊 那么要怎么做 拿一张白纸出来 推给他 我永远都是 这个步骤的 一张白纸拿出来 我推给他 然后 比如说这样是一张白纸 然后这张白纸拿来我身上 我本来是要写来这边 这一次 我就做side给你们看 我就写 我写什么 我写20出来 一 二 三 四 慢慢写 在他面前 慢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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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20 然后 br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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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边看 他也不懂你来做什么 我写完他过后 我说好 推给他 我说你想象一下 现在啦 你的身边的朋友 亲戚也好 首先当然你要觉得 这个产品是很好 可以帮到人 这个都要补的 你要觉得这个产品很好 帮到人 我们只是去分享 给他们知道这个讯息 然后当然全力以赴 希望他们买 他们不买 我们也没办法的 我们就是 我要你想20个 银行户口里面 有5000块新币的 通常我都会这样 5000块以上的 这样我哪里知道 你猜啦 这个人做多久 对不对 这个人做什么工 做多久 需要养谁 他需要养爸爸妈妈 还是孩子 如果没有单身 你就大概知道 猜得到的 猜一下 没有咧 那天我遇到你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怎样 他就没钱呢 他就做什么的 就想方法 看他旁边有谁 你认识的 还是说 刚才我看到你 听那个电话 那个人是谁 不然的话 有些比较容易影响的 那些 我就会电话拿给我 电话给我 我就拿他contact 这个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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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讲 我说这个可以吗 写下来 他就写 这个呢 这个恶仪 我看到恶仪 你妈妈的妹妹啊 这个是做什么的 他就做什么 他老公做什么的 他就开始写 写了第二第三个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开始写 当他开始写 这个这是我的经验 当然你要一直 一直prom他 你要一直 可以的 从哪里 哪里 你不要说 他说不可以 不可以啊 就接受了 你要帮他想方法 帮他什么 帮他什么 因为新人家写明 他就会怕嘛 会怕 会怕的 他就写写写 写了二十个过后 我说 你你有吗 你可以的 你可以吗 然后 就要开始这样 我要你们分析 他的市场 分析他的市场 就问问题 第一个 陈阿狗 陈阿狗做什么 陈阿狗 陈阿狗是做 工程师 工程师 做什么工程师 他在一张工厂里面 担任一个主任 做多少年 有整十年 OK吗 这个 十年 工程师 我们猜得到 工程师的收入 对不对 猜得到 十年 这个收入应该OK 不错 主任 OK supervisor OK 不错 我们猜得到了 OK OK吗 这个不错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几时 我一定会问这些问题 因为我最后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几时 可以大概知道 他跟他多靠近 是不是 所以我都会问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几时 18年前 那个不会 他都知道他做十年了 他都会写下来 应该不会 一两年没看到 一两年 他结婚了没有 好像结婚了 有孩子吗 你就要问 问了你就大概知道了 这个人的负担 这个人的收入 是不是 猜得到吗 你问问题 你就大概猜得到 因为接下来 我要跟他陪同一起 去撞墙了 我不要死得很惨 对不对 我这次也不想死 所以我一定要问清楚 分析他的市场 一个一个问 一个一个问 问问题 主要还是那几个 做什么 家里人是什么 的情况 谁跟他一起住 他做了多久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自己时 就知道亲密度 如果最后一次 昨天我还跟他喝咖啡 基本上我每天跟他在一起 很靠近 对不对 写了二十个出来了 写了二十个出来过后 然后怎样 有听NTO的吗 然后怎样 怎样 错 还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不是邀约 不是计划 我就会拿那张纸回来 在这个名字旁边 再继续地写 一 二 三 四 五 他这一次他就会 我不要管他 一 二 三 四 写到二十的时候 慢慢来 他以为要写多二十个 对呀 如果他嘴巴讲 还要写多二十个 你静静 不要管他 然后继续写 我每次都这样的 我每一次都这样的 然后退回给他 把这二十个人 你排名 你猜 他跟你 他的性格 这种 你猜 从最有可能买 到最不可能买 他就会舒服很多 对不对 他就会 这个是容易很多 如果他写多二十个 他就很怕 这个排名就还好 他就会比较积极写 以前我下线都是这样 写完了过后 你就会开始问了 因为他的排名 一定跟之前的 有点不一样 你就开始问了 这个排名第一的 为什么你 刚才后面才写 你一问这样的问题 他就会解释 你就会更了解了 这个人 我很支持朋友的 我听说他以前 我怎样怎样 会帮朋友 会怎样怎样 不错 第二个呢 就一个一个分析 整个过程 不会久的 不会久的 半个小时 45分钟最多 好了 然后回来过后 你要怎样 怎样 还没有 打电话就是邀约 OK 还有什么 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懂 你们有听的吗 那个是计划 还不是 很重要的 对了 我听到一个很对的答案 赞美 这个很重要 不要忘记这个动作 不要忘记这个动作 其实老实说 你看完了 分析完了 对不对 其实老实说 我看过这么多人的 market listing 我们叫做market listing 就是念名单 名单 看过这么多人的名单 你的是最好的 你们叫什么 你知道什么 我之前有一个 下线 我写出来的全部 什么阿狗阿猫 吸毒的 全部都有 现在你懂 它是什么 现在它是什么 我都会讲 现在它是 在宝马 什么 你这样的 如果你珍惜 我跟你讲 当然不是每个人会买 当然 这是肯定的 不过我跟你讲 如果你珍惜 会用的话 你照着我们的方法学 我跟你讲 你不得了 OK 我想问 它会讲 有没有信心 是吗 这样好吗 真的是这样的 我看过很多 你懂吗 不是一张两张 我看过很多 你的是够力 我都羡慕得要死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应该讲座 刚才我们讲 七天要做什么 一星 我们七天要做一星 所以这个过后 我们要计划 计划很重要 你没有计划 它没有一个 它不懂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计划 帮它做计划 计划是怎样 也是另外一张白纸出来 所以你要有很多白纸 写这个 星期一到星期天 然后画线 我就是这样画的 exactly这样画 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画 画画画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日历了 对不对 今天几号 今天四号 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 所以就把四号 写在星期二那边 写在一个角头 日历很容易画出来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然后继续写 五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继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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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 通常一本我都会写一个月 通常 一个月就是四个星期 OK 然后 讲目标 目标是几时 十一号 One Star 是不是 七天 七天 今天我跟你谈 不算 我们讲再多七天 是不是 再多七天后 你的目标是一星 好 OK 你的目标是一星 这个 先画给他看 刚才你讲的 我们承诺了 我们已经握手了 一星了 他说 OK 然后我就把它 每天分成 这七天 每天分成 三到四段 有时 你画大一点点 它就可以分成四段 四段就是证明什么 早上 中午 下午 和晚上 是不是 分成四段这样的时间 为什么我要这样分 我就把这张纸推给他 我就把 我就叫他 把没有空的地方 有事的时候 有事的时间 把它 割出来 我要知道他几时没有空 然后我把这个纸拿回来 比如说 我说今天 比如说四号 你在听课吗 你没有空 我就把它弄掉 然后就说 原来是要这样割的 推回给他 我说把明天早上的割掉 他把明天早上的割掉 为什么 明天去请七天假 我们要冲目标 对吧 跟老板讲你中病毒 他肯定不要你来 是不是 七天 十四天都可以 是不是 你看我们趁着这样的情况 请假 早上你去 然后 搞不好你连去都不用去 打电话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七天可以吗 应该影响太多了 对不对 然后把你那些 没有空的地方取出来 比如说 我星期四晚上 已经讲好了 跟家人吃饭 这个重要 OK 割掉 然后比如说 OK 这些都是割掉的 然后我就很清楚知道 他几时有空 是不是 他清不清楚 他自己本身也 原来我这些时候有空 人就是这样的 你要看到说 原来这些地方 我是可以运用的 他就会比较充分 利用他的时间 然后 就怎样 打电话 我就会把那些名单 名单出来 我知道他的几时有空 我几时没有空 我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也可以安排 根据他的时间 我安排 我的自己的东西 名单推给他 第一个 我就会先示范给他 我会 或者说 我会跟他讲 什么不可以谈 邀约 邀约其实 他是实战经验来的 他跟去 把他们的成交 差不多一样 是实战经验 你需要多打 每一次打过后 一放下电话 不管邀约到 邀约不到 你都要思考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要怎么样打 你这样思考 一百次 两百次 三百次 我告诉你 那种功力是很 差别很大的 你打了过后 他不出来 或者说你做直销 或者说你要出来借钱 这种的 你一发电话 你埋怨 那鸟人 敲电话 没有用 你要想 为什么我会给他这样的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给他让我 不会觉得 是不是会防我呢 这样一直这样想 不用一百个 两百个 根本都不需要的 十到二十个 那种进步神速 甚至有时候 一对一的 我会示范 给他看 我要约我朋友 最好的方法是这样 我要约自己的 我要约我自己的 我要约朋友 我要约一次 两次 三次 他大概懂了 贪法 我就说你看 然后我就分析给他听 你看 我没有讲 我再 要去卖他东西 我不可能说 叔叔 你有听过 他听过 他是个保健品 很多人听说 他吃得很好 我跟你讲 一套 贵一点 3688 不过 真的很好 他可以帮助 我觉得你很需要 你要不要 在电话里面 是不是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当然我会这样 跟他讲 他说对了 肯定死 如果你自己听到 都死 我会给他 站在那个人的角度想 给他不同的例子 产品尽量 你不要在电话里面 讲 我们去到那边 才 我们有开场白 我们有尽量 想方法切入 如果切不进去 我们也可以 交个朋友 就走 也有可能的 不要给他 太大的压力 不要给他 太大的压力 要给他知道说 我会放过 你的亲戚的 其实 要给他 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是 不会放过的 OK好了 绝对不会放过 然后呢 不过我在 他还心的时候 我就要 很像一个幼苗 出来的时候 你要很照顾 哎呀呀呀 太多水了 哎呦 战战兢兢的 是不是 你要注意 要给他舒服 要给他 一直引导他 引导他 引导他进来 一直到他 做到第一种的时候 他就没有信心了 对不对 那时他要冲的时候 你都阻止不了 所以 我就会 示范几次给他看 不要说 你代表什么公司 有一个销售团队 要去你家 不用 或者邀约出来 咖啡厅中 方便他的地方 大概的目的是什么 邀约其实 它有一个目的 邀约的 其实 你只需要 知道两个东西 什么时候 它在什么地方 你只需要知道 什么时候 它在什么地方 你所有的谈法 就是要为了这个 知道这两个东西 就是这段时间 你在 你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 我知道就够了 我就大概 我就会锁在 那个地方 比如说 有些人觉得 很难邀约 一邀约 可以邀约 四五天后 五六天后的 有没有 下个星期 下个月的 你要邀约他 说 这样 我安排下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月 我很忙 你忙整个月 二十四小时 你相信吗 没有 你能接受吗 一个人忙 一整个月 这个月他整个月 都忙二十四小时 有没有可能 连吃饭都不用的 有没有 不可能 所以你看 你在心里面 你一定要 几样东西 是不能接受 就是如果 我要推荐一个人 有几样东西 我是不能接受的 第一个就是 他没时间 你当然 嘴巴不要讲出来 不过你里面 是不可以接受 就是说 我很忙 你忙 今天亿万富豪 都能够邀约出来 是不是啊 你难道 几千亿身家 没有啊 这样你越忙越惨 你现在应该是 忙错东西了 是不是啊 应该是 忙错东西了 所以你不可以接受的 第一个是忙 第二个是什么 没人 我推荐一个人 他说 我没有人 你可以接受吗 你能接受吗 满街都是人 你说没人 满街都是人 你说没人 是你没有信心的 什么没人 是不是 所以当然 你不用讲出来 你在心里面 你不能接受 这两个东西 你像先讲的时候 没人啊 没时间啊 是不可能的 你要想尽方法 把他们的时间挖出来 让他们感兴趣 把时间拿出来 然后找人出来 OK 通常一对一的 通常我都会先陪同 其实陪同两三次 这就很厉害 你陪同两三次 他就已经一定的经验了 邀约的时候 不一定要去他的家了 有时候我们去 打去 阿姨啊 你在家吗 在 OK 等一下 我会经过那个地方 我看怎样 谁拿 我还不知道 等一下 阿姨等一下 什么 阿姨啊 我 我不要紧 我等一下打给你 你会在家 这个时候 OK 你看 我知道他这个时候在家 你看 我还有很多pattern 你们看到 好像很忙 这样 你们感觉到 完全没有给他反应的 对不对 不过我知道 那个时间他在家 有没有 你们有 真的不什么想笑 这么秘诀 没有 OK 其实这个你看 我没有准备了 我就是一个 马上的一个反应 你看我打多少次 我打很多很多次 我要知道 这段时间他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关键 然后其他的毅力不重要 去到这家 而且我没有给他感觉 就是说我有可能去 我再打给你 我到附近的时候 再打给你 就是他 第一他已经准备 有一个 有一个心理准备 知道我等一下还会打给他 对不对 我再打给他 就不会很奇怪 所以我说以后 接下来 我们在外面 有时候会遇到新的朋友 会不会 会遇到新的朋友吗 然后你想要推荐他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啦 当然有些领导人 是直接 一认识而已 直接当场就 谈了 有些时候 不允许你这样做 情况 那种情况不允许你 直接谈 你认识新朋友 以后你要推荐他的话 你不要 拿了名片 或者交换电话过后 就走 你一定要留多一条路 你一定要留多一条路的 就是说 你要给他知道 说接着下来 你要准备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会打给你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聊天 聊天 哇 什么都聊 聊完了过后 拿名片 我说 你是做工程师的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的 一段时间你会在新加坡吗 比如说是新加坡人 一段时间你会在新加坡吗 你会啊 我没有出国 我没有出国 你在新加坡的 他说 OK 我看怎样的 我跟我有在新加坡的时候 可能 我也不懂几时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出来喝茶 他会怎样 因为我没有讲几时 他一定OK的 我没有讲几时 什么都OK的 有空出来喝茶 一定OK的 是吗 他第一个反应是 OK 他是 可以的 我看怎样 不懂今天明天 我可不可以 不要紧 明天明天 明天看怎样 明天我打给你 OK 谁的 我走 OK吗 这样明天 是不是已经 知道我要打给他了 我不用打给他的时候 哈喽 你是那个谁谁谁 我是那个谁 你还记得吗 那一天 你就很尴尬 要切入 要邀约很尴尬 是不是 不过如果我这样做 第一 他没有压力了 你们要注意听 刚才我讲的那些东西 你听到是 是财富来的 不是开玩笑的 这都是创墙来的结果 然后 我明天打给他 他就 我可以 我看怎样 你在 办公室附近吗 不要紧 你午餐 我没有给他反应 他要回答说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午餐的时候 你在公室附近吃 OK 你公室附近 我看等一下 我会不会经过 我经过找你吃饭 OK 他会 他有办法拒绝吗 有办法吗 OK咯 是这样的 当然第一个见面 你一定要留下好印象 你一下留下好印象 你要谦虚 对不对 你要 你要幽默一点点 你要OK的人 你觉得 这个朋友不错 他就比较容易 你看起来要像 OK 不错的 不是总裁 就是总经理 是吧 的那种样子 他会觉得 他也想要 从你身上 得到一些东西 或者说 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也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 要约就大概是这样 你看我示范几次 给那个新人 给那个新人听 他就会 然后他打 会不会有我的功力的 会不会 不会的 就会 是不是 比如说第一个 放下电话了 要约不到 要约不到 可以不可以赞美的 OK咯 当然不要管 要约到要约不到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了 我刚才扭听 不错 你这样下去 不得了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 OK 我约到的 来 打第二个 我没有听的 打第二个 打完第二个 打第三个 打第三个 打第四个 要约到的 把它放进 那个 日历里面的 我不可以backback 要从头 日历里面的那些 空位里面 他越放 越多 他就会 越忙了 是不是啊 他就开始忙了 他一放一个 那个早上不可以了 一放一个 下午不可以了 变成他要 一开始 邀约的时候 他是真忙了 当他是真忙的时候 他的姿态就来了 不是我不要见你 不是你不要见我 是我没有办法见你 我现在也很忙 我们尽量了 尽量了 我们看 什么抽时间出来 我也是很忙的 我真的 我这一个星期 都是排满的 不过 真的很久没看到你 我们 礼拜 礼拜看怎样了 可以的 礼拜晚上 礼拜晚上 你等我电话 一忙而已 他是很自然 越来越有姿态 把这十多二十人 有些不要的 有些什么的 放在里面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然后就 怎样 就去 陪同 我一定陪同 跟他一起去 然后第一 自己的经验 会增加 是吧 不要闪 不要闪 一起去创墙 没关系的 会不会死创墙 被拒绝会不会死 有没有好处 有吗 那么买的话 会有没有好处 也有好处 很开心的 对啊 那个人买 真的是很爽的 不过 尽量跟自己讲 不要骄傲 我还有什么 好的方法 刚才如果 我这样会不会可以 更好 更快 一定要一直思考的 好了 邀约过后 就是分享嘛 对不对 分享 BSC 还是分享OBB 所以以前是要分享 OBB 现在要把他分享 因为分享很多东西 然后当然要看人 有些人呢 你看到 他可以谈OBB的 然后可以谈OBB过后 他这个人是可以 你觉得这个人 是有能力的 是可以来做的 你就要跟进了 你一定要跟进了 其实每一个顾客 都要跟进了 每一个顾客 都要跟进 而且跟进是最重要的 跟进是最重要的 其实 很多人其实 还没有做这个动作 他卖了过后 拍拍屁股 啪 啪 走 从此以后 断绝关系 这种叫过河这一条 我觉得 不可以这样 一定要说 要跟进 因为他有可能会做嘛 是不是啊 就算他不买 需不需要跟进 需要吗 要跟进 而且要很密切的跟进 因为我时常讲 在短时间里面 你有办法见到三五次 在短时间 就算他不要买这一次 在短时间里面 你有办法见到三五次 他一定买 最难就是你见不到 你第一次就已经 把东西搞砸 你已经来不及 没有机会再去见他了 如果还有机会见他的话 第二次什么都不谈 甚至可以去道歉 那天我真的不知道 你的反应会就很大了 我只是想要给你了解 你不要这么介意 是吗 他会怎样 他会怎样 算了 气已经消一半 是不是啊 第三次再去 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好 打包一包水果汤去 接水果汤去 吃 第四次再上去 第五次再上去 你没有谈到 他会好奇 对不对啊 你到底做得怎样 可以的吗 我这样听不可以 你可以吗 这个东西够力了 再来 那时候他的心已经多多少少开了 你看 跟进很重要 很重要的 在短时间内 我说 不是一年跟进一次 没有效果 还是一样 你要短时间内 所以我们说 我实际上是说 你不要乱跑 不要跑不同地方 你很难把东西 扎根下去 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在一个地方 你认识一个人开始 你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要记得 这个就是六个步骤 要怎么启动一个人 不要乱跑 在一个地方 你启动这个人了过后 他一有 一有人 你一帮他谈几个人 你又认识多几个人 你又可以下去 再下去了 了解吗 从他那边 你就可以一直延伸 越来越多人 从一个人可以延伸很多人 不是那个人而已 你明白吗 所以六个步骤可以帮助你 做到这个东西 很快速的 而且你很了解 他们的市场 这些都是 在哪里都好用的基本工 最好你们都会的 OK啊 哇 六点 OK 七件事情 听好来 六和七是一个讲师 六和七 是一个讲师谈 OK 是第四个讲师 对 第四个讲师 好 七件事情 第一个是看视频 在还没继续讲看视频之前 我先讲七件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 七件事情的重要性 你们听好来 那七件事情 它在MTO里面 它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很主要的目的 有时候你有几个地方 你的组织 你会发现到 当你一离开那个地方 那边的人不动了 是不是啊 有没有 好 你去到哪里 他们开始动 你一离开他们不动 就因为这七件事情 就因为你没有去到那边 教育他们 说服他们七件事情的重要性 有人单单 有人单单 第一个点看视频 他坐到飞马 是不是啊 看视频 他看 会不会被激发的 会的 会被激发的 会被影响的 然后自然而然的 哇 里面有很多 很多东西会中他的 他会中他的时候 哇 对了 对了 我要坐了 我要坐了 他就会去坐了 你知道吗 当然一个还不够 你要给他 你要培养 他一个看书的习惯 你们有没有看书的习惯 你看现在真的是 5G的年代 看书都在手机 是不是啊 都在平板 都在手机 我们一定要有看书的习惯 上一次MDO 我没有介绍什么书给你们看 这一次我介绍几本书给你们看 就是我之前回想的 职教一定要读的书来的 你做这个行业 你一定要读的 如果你没有读过 你一定要去读 就这几本 第一本 管道的故事 第二本 Who moved my cheese 第三本 父爸爸商学院 父子猫 秘密 思考知父 这也很重要的 不用拍了 这些赛都给你们 你们是讲诗的 我只是讲六本 他有很多本 这六本 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我个人啊 我个人 当然你们 你们做讲师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介绍多一点 不一定要跟这个 让我有很深的感触 不要小看这些书 小本还不用紧 还薄 很薄 而且有些好像童话故事这样 不过里面有很大 很深的道理 而且非常好用 平常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运用里面的智慧 来跟人家谈 真的是智慧来的 尤其是 其实都好 好像Who moved my cheese 我老鼠讲老鼠 讲两只老鼠的故事 你知道吗 两只老鼠可以有什么故事 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看到我会流眼泪 我心情会很沉重 很沉重 很沉重 好不好 很好的 真的很好的 当你的心情会很不舒服 你很沉重的时候 那是很好的 这本书让我讲 真的让我很辛苦 我必须要做一些大决定 必须要做一些改变 这本书在讲改变 那么 这样两只老鼠 前面有一群人在讲话 这本书一群人在聊天 那一边你可以不用看 直接看老鼠那边 然后看看 每一密 你翻翻翻翻 突然间它会出现一个 cheese 它有一个图片的 一个cheese 然后上面有一段话 然后再嘟嘟嘟嘟嘟嘟 又出现一个cheese 上面有一段话 每一个cheese 上面的话 每一段话 如果你没有感觉 你有问题 我是直接 中到说不了的 很有危机意识 非常好的书 其实都是好书 尤其是在里面 讲到一些直销的观念 那边讲到 复制的重要性 这边讲到 就是非在职收入的 重要性 懂非在职收入 我上一场友谈 所以就是这些书 又回来这个 OK 看书 OK 多看书 有时在飞机上 不要直接看戏 对吗 看一些书 头等舱的人都在看书 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他看了书 去做头等舱 还是因为他在头等舱 他看书 不过不管怎样 他在看书 他在头等舱 看书 所以放在手机里面 他很容易下载 现在你带这些书名 PDF 他就出来了 免费的 很多 不过不要中病毒的 你要看清楚 参加课程 参加课程 参加会议 我写错 我顺便改一下 sorry 参加会议 重要吗 刚才我讲的 每一个会议 尤其是公司的会议 国际水准 世界级 是不是啊 你找不到了了 你在外面 任何一个表昂大会 怎么样的奖 包括金马奖 已经不够我们来了 是不是啊 这十二年来 我们的进步 已经没有人 没有几个人 几个企业 或者几个社团 还是什么 包括政府 都没有办法了 好了 那么 顺便谈一下 这边的 就是 这个三月底 是我们台湾八周年 晚宴 对不对啊 来恭喜台湾了 这个 不得了 那么八周年 你们还知道票是怎么样 分配吗 还不知道 你们的总经理 好像想把这个责任 推给我 叫我在这个时候讲 他说老板 你讲比较有力 你讲比较有力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台湾我怎样放 他都是很有力的 对不对啊 感觉好像不对 我这样看 我这样看 以现在的 目前的成绩这样看 他肯定是万人 他肯定是万人 这是台湾第一次 万人的晚宴 对不对 吃的 这样会有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挑战 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不要 要给邀约 你邀约来的人 知道 他的难度 一万只筷子 不容易找 不是一万只 一万双 就是两万只 要一样的 一万个盘 一万个碗 最可怕的 不是一千只鸡 一千条鱼 而且要相同的 你这样钓 难吗 你说难吗 你想象 然后水煮 一千条 多少个人煮 难吗 你没有办法想象 你懂 我们也会办 两千桌 很多人 两千桌 还埋怨 没什么不好吃 两千桌 什么概念 对不对啊 他还不会拿来卖 还埋怨 最可怕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一样东西 比如说有人讲 Excuse me 请问有没有辣椒 我还想 一间餐馆 几个桌 十多桌 有时候我看到那些餐馆 切的那个辣椒 一块一块 小小块 都要切很多 对不对啊 一千桌 每个人一碟辣椒 要多少辣椒 对啊 我们什么都不懂 你可以想象那种难得吗 你可以想象那种 那种规模 那种震撼 所以我也不敢说 你们要带人去 没办法带人去 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是一万人 而那个会场也只能是一万人 如果是一万人的话 也只能是 钻石一心能够去 因为钻石一心就有这么多人 而且不是有史以来的钻石一心 有史以来的钻石一心 能记不记不记 我这样算了 这个二月份的肯定是有了 一定要有 我给你们到 九月份做到钻石一心的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了 这半年的钻石异星会有一张票 如果你本身就有十个钻石异星 你就有十张票 OK吗 一个飞马几个异星 所以就可以充分地利用 是一个万人宴 来我们再一次掌声恭喜台湾人 你看有时候我可以利用MDO的点来宣布一些东西 有看到吗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MDO要讲的东西 我们在MDO里面讲完它 课程就完了 你了解吗 把一些问题要解决的 一些讯息要传达的 直接讲完它 然后很多时候我都是跳地方MDO MDO 有时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太久 我就是MDO 解决很多问题的 D 联络上线 sorry 哎呦 好了 用紧 联络上线 我不可能再一次 放心 就是这个行业不是上线联络你 是你联络上线 因为那是你的生意 是不是 你要时常联络上线 上线有没有跟你在一起配合 无所谓 你要跟上线的关系好 因为他怎样 他都是一个会帮你的人 同意吗 他怎样都是一个会帮你的人 有可能你未必要他帮 我今天不管你到哪个层次 你很高的层次也好 有可能你已经不需要他帮了 不过你还是要联络上线 好 你联络上线有可能你在带 有些东西 有时你克服不了的 你需要多一个人借力 来点两下 这个时候就很好用了 对不对 这些都是资源来的 这些都是资源 你要充分利用所有的资源 不要浪费掉 对吗 所以能不能联络上线 能够吗 一定要联络上线 这很重要 好了 第五 吃用产品 你一定要吃产品 你一定要用产品 好 你一定要吃用产品 而且吃到有感觉 而且用得很夸张 在你人的面前吃 在你的组织的面前吃 在你的组织的面前用 而且要用到有感觉 自己本身就是自己 你是一个见证是最好的 对不对 用到你自己本身变见证 我是建议人家用面膜 用半边 弄到好像中风这样 你的成绩一定很好 当你做成功了 你才用另外一边 成功了 目的又成功了 一定要吃用产品 然后呢 每天要想方法 分享产品 你一定要跟人家 分享产品 我们今天有很多领导人会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每天 都跟人家分享产品 每天 看到谁都讲 看到谁都讲 很成功 然后要展示计划 原本我是要跟你们谈 谈制度的 我相信这边的人应该都会 有时会谈制度的 有时MDO会谈一些制度 因为有时他新进来 上线讲得不清楚 当上线讲得不清楚的时候 当一些东西 不是他预期中的 就会有问题产生 是不是啊 趁MDO的情况 这是一个培训 就是在做的人的情况 那些要准备启动 要做的人的 我顺便把制度讲清楚 OK吗 展示计划 就是说 每日要去做这七件事情 你懂为什么吗 你看左边四个 左边四个都是给你能量的 是不是啊 他给你动力的 左边四个都是给你动力的 如果没有办法参加会议 在哪个地方没有会议 你能不能够主办会议 可以吗 也可以主办会议的 就算时常主办会议 找会也好 group里的人 想一些话 想一些课题放上去 卖你自己 放post上去 翻一个主题 上去讲 我告诉你 你自己本身讲 比坐在那边还要兴奋 是不是啊 你讲 比坐在那边听 的效果更好 一定要跟会议有关系 一个组织没有会议 肯定做不起来的 所以 这四个是给你动力的 如果你可以想象你每天做吗 你每天做 这个需要 这个不需要上线在吗 不需要你在吗 对吧 如果你上线每天做这些东西 它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我离开了 它不会动 肯定是七件事没有做 我NDO我一定会强调这七件事 当然也是有一两个 会有人不做 会有人做 不过你再去强调 一直 谈法越来越好 谈法越来越好 来说服他们这些事情 我们都讲了 这是基本功 对不对 很多时候 简单东西重复做是很难的 不过你要成功 你一定要做到 这些都是谈法 我在上次的 2014年有讲的 讲一些谈法 让他们知道 我们要能够简单的东西 重复做 这个行业不是说 哇你做一次轰轰烈烈的事情 不是 是你能够重复简单的东西 那才是最难的 重复单调无谓的东西 那才是最难的 能够做这些东西的 一定成功的 他们听了 一定要 他们一看而已 是不是会被 会有动力 这里面是有玄机的 很重要的 OK 六七 是一个讲师谈 OK 然后最后一个讲师 谈八九十 所以第一个讲师谈什么 为何做了一位 第二个讲师谈两个观念 第三个讲师谈 三四五 第四个六七 够了够了 我谈超过一个小时 肯定超过 然后 最后一个谈八九十 我最短的速度谈完 然后就可以吃晚餐 有准备晚餐 晚餐过后 你可以选择 因为原本就在讲 是八点到 其实是九点到五点 六点 对不对 现在都已经六点了 我赶快讲完 晚餐过后 你可以选择不来 你可以去睡觉 你可以去忙你的东西 我们谁力的 对不对 不过你要来 我还会讲 我等下会讲一对一的 我会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